沒有時間來發問 然後我想最後是不是讓我們的 因為等一下他也要離開 是不是讓我們的這個記者先來發問 先來發問記者 就是因為 就是因為 等一下 因為12點半我們一定要交出去場地 好讓記者先來發問 裴祖醫師你好 欸 呃 在這邊 這邊 第一旁 哈哈 對 您剛剛也要 呃 就是說你 你通常有收集一些就是 就是針灸就是 特化性關節 然後發了一些細菌關節的案例 那我可以請教就是說 這些案例多嘛 然後 如果針灸引發細菌關節的情況 是後續治療會很麻煩 因為我只知道一些軟骨的感染 是治療起來非常麻煩 那我不知道說 它那種類型的感染是怎麼樣類型 然後 你們會對一些 譬如說針灸的一些深度呢 有沒有什麼建議 就是說 當然那可能中一個範圍 那我也是說 可能是 譬如說在肌肉質 沒有紮那麼深 會不會就比較沒有這個類的問題 這樣子 我跟你講 關節是一個密密的空間 所以東西一旦進去就出不來 關節會一旦感染 任何關節都一樣 一旦感染就很麻煩 因為細菌會在你不斷的繁殖 它就出 因為它是密密的空間 那至於說要多深 你吸關節而已 那一公分就到了 關節牆裡面去了 所以 理論上 真的 我只能講 在關節的部分 盡量不要 那機率有多少 這很難說 那我自己不管 我上個禮拜六有一個是在講 他就在雜針 他還不講的 封屋組織也好嚴重 我說你有沒有受傷 沒有 我們都沒有 我說他為什麼會感染 也沒相當 講野精女孩子 我一問 他說他去針灸殺火 其實我覺得 針灸是一個 WHO認可的一個治療 針灸是 阿特胖球是一個 正式的效果 但是它有些適應症 你是可以用針灸的 但是我只能講 你在治療針灸的過程 一定要很仔細小心 那不是說 就好像說 那不是每個醫生都行嗎 有些醫生也是不會扯的 對不對 那不見每個醫生都會扎針 有些可能消毒也不好 就跟你亂扎 所以針灸 我只能說 我只能說站在我的立場 我認為在關節的部分 真的要很小心謹慎 要很小心 因為 如果你消毒不乾淨 你把細菌帶進去 就很麻煩 我的建議是這樣 沒有說不行 這個問題發言 就延續剛才跟您說的 就是 那妮妮症患病人 最久的治療不久 如果說 到那個細菌 我一個病人 搞了三個月到 三四個月都沒好 因為我要用關節鏡 把它洗完 還放根管子 脫了兩 脫了三個多月 不斷地用抗症數 細菌關節很麻煩 是急診 細菌關節是急診 趕快要把細菌放出來 把捲出來 好 今天因為時間的關係 那我想 沒關係 等一下完了以後 因為12點半 我們場地要交出去 這非常抱歉 那我想 我剛才聽到這個演講以後 我對我們的 這個主義是非常欽佩 欽佩在哪裡 各位都知道嗎 他能夠對一個 104歲的 開刀 這個要很大的勇氣 我們大家看看 很大的勇氣 一百零歲還敢開刀 一般 一般的我聽了以後 我們終生代的醫師啊 我們也可以多邀請一些 不是只有柯大醫院的院長啊 或者柯主任啊 那將來我想 也是我們未來的一個目標 另外第三個 我們基金會招請一些志工啊 因為基金會 我們也不要政府補助 你們接受外面先生 就參與我們公益系列的演講 等一下各位有興趣 參與我們志工行列 我們就這個 申請錶給你來填一下 好今天因為時間的關係啊 那我們最後 我們基金會有些紀念品 要送給我們朱醫師 首先請我們王涉代表 我們林安邦董事長 有一個紀念品送給朱醫師 謝謝